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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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从外形上看就非常特别 首先这是鹰嘴 看到吗 这个嘴像老鹰的嘴巴 鹅井 脖子比较长 像鹅的井 然后它这个鸵鸟绳嘛 这个鸵鸟跟鸵鸟绳差不多一样 就特别的圆 然后呢是弦和腿 它这个腿啊 臂板腿都比较长 你看大家你可以看一下 拔腿胳膊 就是拔腿胳膊 鲁锡斗鸡 起源于我国县在山东省何泽市的眷城县 在当地 很多家庭都养着几只斗鸡 可在十几年前 有个叫高翔的人 决定干一件别人从来没想过的事 他要大规模的饲养斗鸡 你看养个一百只两百只 那不定用的也不是规模 当时我想法 最少养个一千只吧 成个小规模 因为在他看来 斗鸡的斗性与体能表明 在斗鸡身上 一定有着更为奇妙的营养价值 通过相关部门检测 高翔的推断也得到了验证 当时检测报告一出来 好多东西就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 所以说我们的信心就非常阻碍 记者做了一个实验 把牙签分别插入豆鸡蛋 和普通鸡蛋的蛋黄里 豆鸡蛋因为蛋黄中水分少 所以营养紧密度也更好 能够立住的牙签更多 而豆鸡肉除了脂肪含量更少 摸起来也比普通鸡肉更加结实 这一发现 坚定了高翔通过规模养殖 保种豆鸡与发展豆鸡产业的决心 豆鸡到底有多好豆 这么说吧 这豆鸡打从蛋壳里一出来 就开始豆了 这些小豆鸡 从蛋壳里一出来 毛刚刚了 就开始一啄我一下 我啄你一下 有的是咬住对方就不撒嘴 小鸡越长越大 等长到三十天左右的时候 高翔就开始担心了 在另一个鸡舍刚进去 记者就有个特别的发现 仔细一看 笼子里的很多鸡 轻的脑袋和脖子都掉了毛 严重的 翅膀甚至整个身子都光秃秃的 看上去真是有些惨不忍睹 可高翔却说 这些鸡一点毛病也没有 这就是它的一种吸性 豆鸡啊 它有张 帽是有烧 最后都变成人了 就变成落体了 下一鸡它是鱼帽 有张有缝慢 它一定不一样 原来豆鸡从蛋壳里孵化以后 大约两周左右就开始掉毛 这是豆鸡生长的特点 对于豆鸡来说 身上的羽毛掉了又长 一年要重复好几次 一年大约要三到四次 那像那些肉鸡和蛋鸡不会这样 肉鸡蛋鸡不会这样 你看看 这感情好 小炖鸡的时候 也不用给它退毛了 直接把这个脱毛豆鸡一放 就完事了 正是小豆鸡爱脱毛的特点 对豆鸡规模养殖来说 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如果冬天它退毛那就不行了 就是冬天它的季节 你就必须验上它的 就是雨出期 验上半个月或一个月 等到它把毛炸粉慢 炸圈之后 又暴暖了 再可以放下去 等这些小豆鸡的毛再长出来 就要放到散羊场里了 可是问题来了 见过斗鸡的人都知道 这斗鸡往往是一碰面 一言不合就要开战呢 要把这么多鸡放到散羊场里 那得打成啥样啊 可是记者到高翔的散羊场里 却看到了奇怪的一幕 高老师我发现一个事啊 我看咱们这边的这个斗鸡 怎么感觉特别和平 它也不打架 是 它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它是一个瓶子 从小长得弯到大的鸡 它不是太斗 斗也不是照撕着打 散羊场中 都是同一批孵化的斗鸡 虽然斗鸡好斗 可是对于从小 一起玩到大的伙伴 轻易不会大打出手的 如果有别的瓶子的鸡进来 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别的不是一个皮丝的鸡 到这个地方来 那这鸡不认识 就群起了公子 就和他梦打 说话的功夫 因为记者没关门 跑进来一只不同鸡群的花豆鸡 这只鸡一点没有外来客的觉悟 刚开始还挺凶 这儿啄一下 那儿逗一下 可是三分钟不到 找麻烦的就来了 不一会儿 又一只斗鸡加入到战团里 专挑外来的那只花鸡打 一只用嘴镯 另一只就用脚踢 一只打着 另一只也不断地找空隙偷袭 外来的花鸡 一会儿经历车轮战 一会儿又被两只鸡群殴 虽然也毫不妥协地亮剑 可是这么下去 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斗鸡也是打红了眼 连人过去也不管不顾了 最后还是记者看不下去 把它们分开的 你如果不拉开 早晚要打死 因为他摘起不认他 一直在跟他斗 所以要想真正地做到 斗鸡养殖保肿 首先高翔得了解斗鸡的习性 同一片散养地 只能养同一批次的斗鸡 另外在养殖过程中 有的时候即便是同一批次的斗鸡 个别的还是会忍不住出手 而高翔却发现了另一个斗鸡群养的特点 记者观察了一会儿 正巧看到了一对斗鸡 在打架呢 可是不到几秒钟 又有一只斗鸡走了过来 这是要打群架吗 结果这第三只鸡是来拉架的 他一参与另外两只 立刻不敢打了 同一批次的斗鸡群 放养一段时间以后 会诞生一只头鸡 啥样的鸡能当头鸡呢 首先一个是体格最好 别的鸡都打不过它 另外在外形上 鹰嘴 鹅颈 鸵鸟身 鲜鹤腿 这些特点都最为明显 整个鸡群都要听头鸡的话 哪里出现了不和谐 头鸡就会过去教训它们 像目前还存了三多只斗鸡 其实就一个鸡头来领导它们 只养同一批次的斗鸡 斗鸡群里又有头鸡这个防火队员 可是斗鸡散养是有时间限制的 到了一定的时间 个别斗鸡就得换地方了 够中级资格来就是说 继续养都要开始专群了 上路 如果不够资格来 该捉了上路 捉了上路 该卖都卖 斗鸡比别的鸡跑得更快 跳得更高 抓斗鸡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饲养员特意做了一个小铁钩 有了钩子的帮助 看好了哪只斗鸡 直接一勾鸡腿 甭管你多厉害的斗鸡也得乖乖地束手就擒 记者的下一站来到了饲养斗鸡的种鸡舍 别看斗鸡在散养场中群养挺顺利 到了种鸡舍 一进到笼子里 首先就必须要在笼子间加快木板 一进到笼子里 这麻烦就来了 种鸡舍里的斗鸡那都是优种选优 从不同批次的斗鸡中筛选出来的 不是一个批次的斗鸡挨着 没木板可不行 要是没有木板挡着 两只斗鸡就会在笼子里大打出手 隔着笼子眼斗 都能把笼子给掀翻了 因为它那个捉伤率一个是比较高 再一个呢 它经常打斗 一打斗 一受伤 一紧一下 就不缠烂了 木板啊 还要不时地更换 因为很多木板都被捉烂了 可刚开始 高翔还是小看了 斗鸡对战斗的执着 就是光是放木板 它完全不够 达不到一群目的 这笼子上面可是能够伸出头来的 这个鸡啊 它一纯度看见对方 它就打架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斗鸡把战场从地面转移到了空中 斗鸡本来就是长脖子 这头一伸 架势照打不悟 你如果捉长之后 不及时治疗 有可能被感染 感染的话 就有可能这个鸡就废了 后来 高翔把笼子顶周围加密 变成了小孔 只留了中间的两个大孔 这么一来 斗鸡就算是能够伸出头来 也打不了架了 可为了规模饲养好斗鸡 光解决斗鸡打架的问题可不够 高翔给斗鸡繁殖 是用人工兽精的 为了提高兽精率 它把公鸡和母鸡打乱 放进鸡笼里 可是这和人工兽精有啥关系呢 原来斗鸡本身体内激素分泌就旺盛 高翔让公鸡在母鸡夺里生活 虽然能看不能碰 可一样能够刺激公鸡 性腺激素的分泌 能够孵化出更多的小鸡 就能优中选优 不但保证了斗鸡肉和蛋的品质 还能挑选出斗性更好的斗鸡来 每隔一段时间 高翔都会把一份熟牛肉精心剁碎 来到一处三排专房的养殖鸡舍 没错 这些牛肉就是用来喂鸡的 别的鸡都是吃抗烟菜 最多也就是吃个 蚯蚓之类的虫子 可在这里 每只斗鸡吃起牛肉来 那是津津有味 这里养的是什么样的斗鸡呢 随着斗鸡成熟 斗鸡的斗性也越来越强 无论是散养 还是放在鸡舍里饲养 已经不太合适了 因为这儿的都是最凶悍 最适合战斗的观赏斗鸡 就是说像斗鸡舍 它撞笼子 你看这就明显看着斗性特别强 是吧 对 像出来吗 不是 所以高翔专门在鸡场里 开辟出这么个特别的地方 每个丹尖也是它精心设计的 另外用红砖作为丹尖的墙体 保温性能也很好 夏天不是太热 冬天又不是太冷 你别看它尖热 但是它挺适用 冬暖夏凉 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每隔一段时间还有肉吃 每只斗鸡都能随时准备上战场了 随着拍摄临近尾声 记者也欣赏了一次完整的斗鸡表演 如今高翔的斗鸡规模养殖 已经非常成功了 它是台上看斗鸡 台下吃斗鸡 它的斗鸡肉和蛋 畅销北京 上海 新疆 海南等地 同时也有很多人把高翔的斗鸡和当地的乡村旅游结合起来 让人们在欣赏了斗鸡娱乐之余 也通过多种烹饪方式把斗鸡肉和蛋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六个斗鸡要买八百来块钱 六个小斤 一个 一个小斤 我今天都是买十块钱一个 斗鸡好买 了解斗鸡的习性 不断改善养殖技术 不但做到了斗鸡的保种 还延伸了斗鸡产业的发展 在丰富我国物种资源基因库的同时 也为研究培育中国斗鸡品种新体系 提供了优秀的种子资源 那节目到这边就结束了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